把酱败鱼出炉 炉好了 现在出刮 哇 太扯了 活的武昌鱼现捞 刚饮长江水 又食武昌鱼 这里边守着几千条鱼 在这现场去鱼 这边去好鱼 这边现在炸 叔叔 你们这个料都是蜜质香料是吧 对对对 这个鱼 进来的鱼还跳 就一定要新鲜 就趁着鱼还在喘气 还在呼吸的时候 就把它炸上料 腌好的鱼再给清洗 你看 这是一条标准的流水线 鱼就可以从这儿混着上来 感觉像洗了个香蓝 漂亮 腌好洗好的武昌鱼 汤鱼一腌 感觉整个小味道全部入味 上一个烤网 下一个烤网 一本食物烤 葫芦好香 酱板鱼烤24小时后出炉 师傅都是提前把它放到这个层里给裁好 把酱板鱼下锅 师傅这一锅要卤多久啊 卤的时间是半半小时 然后浸泡半小时 卤半小时浸泡半小时 整个一个小时 酱板鱼出炉 哇塞 在现场这个简直就是口水之流啊 然后你们看这鱼皮已经都卤的 完全起了这个褶皱 已经里边吸满了这个汤汁 我们这个是香辣的啊 酱板鱼大家吃过吗 这酱板鱼那种耿啾啾的口感 整个鱼呢 上面的胶质全部都给释放出来 烤了24个小时 又卤了一个多小时啊 鱼骨一段直接就出来了 让一条鱼对我来说 一会儿就得我睡一会儿了 我上面的这个鱼刺都是香的